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毛浩南 今年24岁 来自美丽的七彩云南 现在在南京工作 本嘉宾由随时随地 视频相亲的去约会APP提供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容正蛋糕 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你跟我分享防晒妙招 因为首先我们云南 本身紫外线就很强 所以说平常我对防晒 就比较注重一点 二一个的话呢 我的工作平常也是在户外 然后我也有过那种 晒商的经历 所以说我对这个防晒 比较注重一点 来 分享一下 有没有女生防晒方面 特别有幸的13号 男嘉宾你好 我给你推荐一个防晒妙招 因为我这目前正在学车 就是因为紫外线特别充足 我就买了一个超长的防晒衣 戴帽子 然后戴面罩的 然后再卡一个墨镜 反正从头到脚 什么都不漏 所以我从头到尾 我的教练 从来都不知道我长什么样 他每次叫我的时候 那个鬼过来练车了 都不漏了 第二号 男嘉宾你好 因为我本身是经常会打高尔夫嘛 然后我的防晒小妙招就是 全身涂满防晒 然后再戴上墨镜 戴上帽子 然后还有面罩 然后现在还有一款这种户外的防晒面膜 又可以保养皮肤 然后又可以防晒 缺着面膜打高尔夫 对 他这个好像难度系数超高 你觉得哪一款比较适合你 我觉得物理防晒吧 就是比如说买点微博啊 面罩啊 这类东西 就是把自己保护起来嘛 你要让男人在脸上喷一点 抹一点 涂一点什么东西啊 这反照上就弯了 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你忽视我们的重要时刻 是什么时刻呢 就比如我本身的话呢 自己有一个习惯啊 就是会保留一些 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 以前的话呢 我会就是用一些照片啊 截屏啊来保存 比如说放在相册里面啊 网盘里面啊 现在的话呢大概有 两百多个季吧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那都是拍的视频吧 两百多季 是照片吧 大概有两万多张吧 这张是当时就是开牛排店嘛 当时电视台过来采访 然后的话呢几个摄像机对着自己 就感觉自己很不自然 就是我妹妹结婚之前嘛 我跟她一些嘱咐嘛 就是嘱咐她 不要被一些物质所迷惑了 两个人的生活 哪怕平平凡凡的 自己过得幸福 也是最好的 给她梳理了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1号 之前我也是用拍照来记录生活 然后现在呢我都是用视频来记录 也是存在了网盘里 很多 这个是我大学军训第一天来到宿舍 来到江苏 这个是学校舞蹈大赛 然后连续两届拿了第一名 14号 男嘉宾 你好 您说不希望忽视彼此的重要时刻嘛 那换言之就是希望重视一些重要的时刻 那重视到什么程度呢 就比如说过个情人节 或者是你的生日 我的生日 这种重要的时刻 我们可以就是准备一下嘛 可以有点小仪式或者干啥的 比较重视一点 好 来看片子 上班了 上班了 兄弟们 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 你看路上已经有这么多人了 所以不要去羡慕别人所拥有的 那是别人努力得到的 你努力 有人比你还更努力 跑单了 跑单了 我叫毛浩南 是一个外卖小哥 这行做了一年半 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 一天工作15个小时 一个月休息两天 哎呀 两点半了 终于是两半了 你有心的 蛋子又来了 刚到南京人生地不出发 送外卖都找不到地方了 地址也显示就是这里 定位也到这个地方了 但就是找不到地图的那个点 真的是快把人都给急酷了 现在跑的单子多了 不但轻车熟路 我还掌握了送外卖的小窍门 我会引导系统给我派单到外卖多的区域 一年半时间我送了两万两千多单 也见识了最真实的人情冷暖 后来我感觉在大好年号的时候 不应该只送外卖 用什么方式在送外卖的时候 能为自己以后积累一点有用的价值呢 于是我将短视频和送外卖结合起来 每天记录自己有意思的外卖经历 也为大家提供点餐小贴士 视频里积极阳光的我也迷茫过 曾经月入十几万的牛排店 因为疫情 餐饮业萧条 不得不关门 创业失败的打击 商场租金 供货商的欠款 让我有过放弃的念头 当时店刚关的时候 我就什么也不想干 什么也不想管 就闷头睡了大半个月 然后忽然有一天我就清醒了 我想我才21岁 我还有希望我还能翻身 正好看见南京正在招募外卖洗手 而且的话呢 我觉得自己吃点苦受点累 现在这样的话呢 最多一年半也就给他还清了 于是我第二天就收拾行李 赶到南京做了个外卖起手 很多人觉得我虽然负债 但很积极乐观 都来咨询我 甚至有从全国各地来南京 投奔我一起送外卖的了 大家心情不好就互相开导 有困难就互相帮忙 一帮难兄难弟就成了好哥们 虽然我很普通啊 但是靠我的双手去努力还清了债务 即使处在低谷 我坚信一样可以翻身 未来我打算开一间工作室 把视频内容做得更好 我很怀念以前提笔画画的日子 闲暇时也打算重拾画笔 用线条和色彩记录生活的小美好 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 未来会越来越好 我特别喜欢那个片子里边 散发出来的那种情绪 你们可能接触外卖小哥 应该很多吧 胡雪菲 男嘉宾 你好 我之前实习的时候 做过酒店的客房服务员 所以刚才看了这个视频 对我的感触很深 因为当时在我实习选择的时候 大多数人都会去市场部啊 销售部或者是人力资源部 这样的部门 但是我主动选择了客房部 这是一个几乎全年级的同学 没有一个去主动实习的岗位 非常的辛苦 但是我觉得也是这样的经历 让我知道了各行各业都不容易 所以也是做了服务行业之后 然后对很多保安大叔啊 包括咱们的送餐小哥哥 然后我都会很耐心地去跟他们打招呼 包括接他们的电话 然后我觉得也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也通过一次次的接触更加地拉近 所以加油 加油 加油 谢谢 竹瑞 男嘉宾 你好 刚刚看到VCR的你说 你经常会分享一些什么点餐小妙招 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些吗 像你们平常点外卖的时候啊 因为你不知道商家在哪里的 我建议你先点你吃过的商家 尽量点那种带糖食的店面 然后其次的话呢 你想要就是送得快一点 你就点那个专送 不管那个地址多难送 你都必须要去送的 假如说快送的话呢 那个地址难送的话呢 我们玩小哥可以拒绝不送的 我认为这个地址 你别看是个小事 你真碰到有一些城市的老城区 他的那个门牌号码会很混乱 比如说某某街6号 我跟你说很有可能那一大片 都是一个门牌6号 你怎么弄 有这种事吧 有 有 有 还有是什么 他就写一个604 而且我们那个片区 又是老小区 有些时候爬到6楼 不对 这没有604 打电话给他 他说我在伊丹远 所以就这些小的细节 为别人为我们服务的人 我们稍微多想一点 你就告诉人家哪一个门 旁边有什么学校 有什么咖啡店 住清楚 方便人家好找 也方便你自己 对吧 对对对 19号 男嘉宾 你好 不论是在家 或者在工作单位 我都会准备一瓶恒顺香醋六连成 有的时候点外卖吃饺子 总觉得缺点味 如果蘸点醋湿 特别是恒顺香醋六连成 味道显直绝了 特别醇厚 特别友谊健康 5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你刚才的短片里提到 你见识到了最真实的人情冷暖 你可以具体分享一下吗 就比如来送外卖的时候 夏天的时候 就我们餐厢里面的水 一段时间都喝不完 天气太热了 客人送到这里 然后说来喝瓶水 还有一次是什么 是夏天下雨 我没穿雨衣 然后我把外卖送到门口 一敲门的时候 然后那个客人一打开门 看到我地上 就是一大堆水 当时我以为他会怪我 结果我走到楼上 一看APP上面 一个打赏99块钱 然后发信息叫我注意安全 就比如说夏雨 冬天 有很多客人发信息说 外面小哥 起慢点 注意安全 我都不着急送 先送别人的 虽然是简简的一段话语 当时我就觉得 人间还是感受到了很多的 真情冷暖的 14号 林嘉宾 您好 您刚才短片里面提到 后期您会成立一个工作室 来做短视频 那您是推剧幕后呢 还是会继续拍摄 跟外卖相关的视频呢 我可能会记录一些 比如说记录我们的生活 我们就遇到的 就有意思的事情也很多 是啊 就比如说有意思的话 你接了个单子 上面的备注是什么 就是麻烦小哥帮我看看 我的网恋女朋友好看不 然后呢我到门口敲门 把外卖递给他 我发现是个男的 然后我就问他 是里面就你一个人吗 对 就我一个 然后我就下来打电话跟他说 我说大哥 你这网恋女朋友是个男的 我给他点了三个月外卖了 竟然是个男的 我给他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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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说 比如说男朋友在打台球 女朋友点个外卖 小哥 你帮我看看 他打台球 看看有没有女的 这就是属于情报工作的范畴啊 真是 家政有意思的单子就很多 然后我们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网上的网友们就觉得 就很有意思 那点赞量的话 基本上都很高 确实 没有这种经历的人 你是编不出这些事来的 对 来 我们开段视频 这两个店 我刚刚送完两个 他又给我来两个 就在附近 都是小禁单 这是要好起来了吗 刚刚那个客人我去敲门 我敲的不重 他出来就很凶的 对我说把他门敲坏了吗 给你个眼神 生活吗 一会儿 你现在对他什么 那样子 那样子 我现在对那域 人家 这个很可怕 二是 跟他这样子 你跟我们来的 这种人 正在谁 啦 我就是 找人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画画从小我就对画画很感兴趣 就比如说从幼儿园小学的时候 这是你画的画 对 后来上出个黑板报干啥的 老师也很鼓励 所以就很信心 后来上了初中之后学了七八年 后来然后到牛排店开店的时候 虽然说时间没那么多了 但是有时间也会提笔起来画级别 哇哦 我觉得画画呢对我来说很放松身心 什么都不用想 所以说我也很喜欢画画 自己也很感兴趣 黄老师对这个艺术心理学很有研究 每幅画的这种笔触 对我看到你的画里面有充满 就积极的阳光的 然后有很多田野啊 那像是你的家乡嘛 对 然后颜色很鲜艳 构图很均匀 能感觉到很怀念那个家乡的景象 对对对 就选景的时候自己也会看嘛 就哪个景画出来的话呢 适合我自己的一个内心的 一个真实的想法嘛 我想把它表达出来 对你的画作里有非常非常多 真实的情绪 我还挺喜欢看你的画的 我最喜欢后面最后那一张 这个非常的生火 然后感觉好像有人愿意去做一下 院子的一角 然后你感觉到这个画家是 很从容地在这个景象里面 感觉到他的自在 而且那个树就在眼前 然后那个小绿芽冒出来了 也充满了生机 那注意他刚才评价你的时候用的名词 说这位画家 对 你加油 画得真好 谢谢 谢谢 看下一条 校园恋爱单纯而美好 却也捉摸不透 我们经常为小事吵架 他一不开心就说分手 但分手第二天 他也跟我说和好 一开始我很不理解 但这种分手经历了太多回 我渐渐学会了习惯 但没想到因为习惯 我把真话当成了玩笑 有一天他忽然给我发了很长很深情的一段话说分手 我当时处在创业初期很忙 以为他又在开玩笑 就随口说分吧 第二天我忽然觉得不对劲 主动给他发消息 别生气了好不好 这次他表现得很客气 为了一句 分手吧 你要好好的 就再也没了消息 这次分手是真的 我觉得两个人吵架没关系 但是不要轻易说分手 经常说分手啊 让我感觉对方啊 太不把感情当回事 人都是有情绪的 你说分手可以 但是的话呢 你不能不理我呀 你得给我一个 让我哄你的机会啊 我觉得女生的话呢 很多时候只是需要一个台阶下 你哄他一下 他就好了 第二个他很漂亮 很优秀 我们没有吵过一次价 相处半年后 我创业失败 独自来南京做外卖小哥 相隔两地 我把对他的思念 都放在日常的分享里 让他知道 我在另一个城市的生活 可是慢慢的 我发现他变了 每天的早晚安逐渐变少 也很少主动联系我了 回我的消息 也越来越敷衍 什么时候有时间啊 我们见一面 到时候再看吧 如果是敷衍的话 你可以说可以啊 好的呀 但是的话呢 到时候再看吧这句话 给了对方很多拒绝的空间 我主动提了分手 我和你分手 不是因为不爱你 而是因为太爱你了 我尊重你的选择 其实内心里面真的不想分手 我只是想听他说一句 没事 我陪着你 没想到对方就直接就同意了 所以我就很痛苦 很伤心 感情中我只要喜欢 就会大胆去追 希望另一半心地善良 性格活泼 两个人互相喜欢 愉快相处 好好聊天 下班后我会为他学做菜 累的时候你能够陪伴我 给我支持和鼓励 24号 男嘉宾你好 就是你VCR里面说 女生跟你说分手之后 你就回了一个 那就分手吧 而且两次基本上 都是类似的情况 就是你难道不知道 女生说分手的时候 很多是在试探你 试探你在她心里重不重要 你会不会放下尊严 放下面子去哄她去追她 会的 但当时我跟第一个的话 是因为校园恋爱 当时太年轻了 就感觉的话 有些时候是开玩笑 我们两个就是没那么认真 第二个说分手是什么 因为当时我处在最难的时候 我第一是没什么心思去谈恋爱 还有就是我觉得 我不确定能给她一个很好的未来 然后的话有些时候也会忽略你 因为我不想耽误你 我觉得就是太爱一个人的话 我希望她是过得更好的 我不想让她跟着我一起受苦 所以说我跟她说了 但是放到现在的话 我肯定不会说的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话 应该有信心 能给她更好的生活吧 好的 谢谢 16号 大家好 我是16号女生 宏睿来自江水延城 我是一名保龄球赛事策划 那么同样呢 我也是一名国家队的 保龄球运动员 你的最好成绩是 亚洲冠军 我这里有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的表哥 我觉得特别钦佩她的是 她就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去送外卖 同时也没有放弃那个女孩子 也就是我现在的嫂子 如果说你真的很喜欢一个姑娘的话 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低谷 就放弃一个女孩子 也许那个女孩子很想和你一起走到最后 就像我的哥哥和嫂子一样 她们现在非常幸福 谢谢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谢谢 因为16号 就是她在那个VCR里面说到的 那个女生已经开始冷淡她了 然后她提出要见面那个女生说到时候再看吧 对 我觉得她说了 就是到时候再看吧 我觉得的话呢 有太多拒绝的空间吧 其实当时我想听到的话呢 是什么 是说没事 我愿意陪着你一起加油吧 把那种男 画成更多的动力去努力吧 但当时我已经明显到感觉到已经变了 所以说我自己我也能感受得到 所以说我就说了嘛 有没有可能哪一天你接到一个单子 你送过去叮咚一开门 就是她 然后刚刚拿过去的时候 后面一个男的说 谁啊 你看她是男的 如果是这一幕会怎样 我肯定也会祝福她的呀 因为的话呢 我觉得当时我就跟她说了 我很爱她 我希望她过得更好 那你会张头看一眼里面那个男生吗 正确我应该会看一下吧 看她 就是看她长得帅不帅 看她现在过得好不好 没事 她画肯定没有你画得好 我觉得她的这个反应 就特别真实 我就喜欢她上这个真实的劲 你想画一个人她会怎么说呢 有什么好看的 过去都过去 祝福一下就好了 过去就过去 她说我还是想看一下帅不帅 你跟她没有联系了是吧 对 没有联系没有联系 这也想跟男嘉宾分享 就是人生有时候跟股票似的 有涨有跌 有的人是做短线的思路 所以你在跌的时候 所以你在跌的时候 她就马上清盘了 但你身边一定还有人 跟你的相处是长线的 她要看的是你内在的那些不变的特质 比如说韧劲 她身上这种韧劲是非常非常打动我的 是因为这是折射出 你这一代青年实际上都有这个韧劲 这在过去这两年多的时间里 是一个大概率的时间 小微企业 尤其是餐饮 还有服务行业 大量地遇到你这种情况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这一代人在里面沉沦跌倒的是少数 大部分还是在背后这个韧劲站起来 她是有很多她的内在的价值坚持 这是你内心本质的东西 就是程老师你说的特别好的就是 这个餐饮业很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他能够今天我倒闭了 但是第二天看到那个南京送外卖 他就马上去 就是这种行动力 很让我觉得很被激励到 说走就走 说干就干 对 但是我感受到的是 男嘉宾在事业上有一股韧劲 但是我觉得他在情感上 有一点点小小的自卑感 所以我觉得是想鼓励男嘉宾在情感上面 如果再遇到同样的情况的话 可以稍微再自信一点 再争取一点 好的 好的 对 谢谢黄老师 而且你的周末的画画得多好啊 就你是有精神后花园的 那是你非常有一个价值支点的部分 不是每一个小哥在周末的时候 都有一个能坚持了七八年 而且到达一定水准的 一个如此深的爱好的 好的 好的 谢谢陈老师 这个男生是我少见的 发自内心的喜欢的那种 在他身上 我真的是看到了一种 特别自然的年轻人当中 对生活的热爱的一种表述 他在生活当中可贵的是什么 在那么又辛苦又平凡的工作当中 他保持着一直对生活的记录 无论是他的画笔还是他的镜头 如果前面再加一个定义 艺术的记录生活 这本身就是非常酷 并且具有高贵灵魂的一种表现 谢谢 虽然我很普通 但是靠我的双手去努力 即使处在低谷 我坚信一样可以翻身 积极地面对生活 生活 笑不笑就好了 加油 看自己还年轻 多努力一点 父母就少操心一点 加油 再见 这次来参加节目 冯飞老师 陈敏老师 欢迎老师 就是对我的启发 我感觉很大 对我以后我的人生 情感和经历上面 我觉得有很大的帮助 能更认清自己吧 我希望未来遇到一个 心地善良 性格活泼开朗的女孩 我相信一定会遇到的 她让我想起了 在云南有一个摄影师 今年应该有70多岁了 叫吴嘉玲 曾经她在废品收购站生活 她就用一台普通的照相机 拍了40年 她就拍云南的农村县城 她看到的一切 最后她的影展 在法国巴黎 有她的个人影展 我们也希望将来 说不对哪天 她很有可能开各展呢 只要她的时间够长 她就这么一直坚持记录 不需要多少技巧 我就把你看到的 最朴实的方法 把它记录下来 一定是非常可贵的 因为没有那么多人 有那么多时间 去接触这么多的人 特别了不起 是